歡迎來到天鵝不止開箱 大家好我是威也爺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這款 馬可菠蘿 那這遊戲的相關被你介紹 要放在另外一個影片 對對對 那我們先介紹這個遊戲配置啦 首先 將小城市的獎勵 依據 他 右上角的英文字呢 放到相對應的位置 那將交易所呢 獎勵呢 隨機放到這個 每個大城市上面都要各放一塊 那當然如果有多的 就收掉不會再用啦 同樣在大城市上面呢 也會隨機放上大城市牌 這種大城市牌 再來 除了藍色的起始合約之外呢 紅色的合約呢 分成五疊 每一疊各六張 剩下的呢 叫做特殊合約疊成一疊 再將五個黑骰子放到這裡 就可以了 最後 將每個人的玩偶呢 分別放在計分軌上面 計分 拿一下拿一下 計分軌 文明這一圈就是計分軌 以及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人偶呢 就放在 威尼斯 就可以了 每個玩家會有一個相對顏色的玩家版圖 還有一個玩家幫助卡 以及相對顏色的骰子五顆 還有九間交易所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每個玩家會有一個藍色的起始合約 放在這裡 叫做代辦合約區 放上去把它放好 那版圖其他地方表示什麼意思呢 分別是 駱駝及貨物存放區 還有這個 已完成合約區 它設計呢 就像一個抽屜一樣 那 其實的金額呢 分別是 七塊 八塊 九塊 十塊 按照順位不同 拿取 最後 每個人還有兩隻駱駝 那遊戲一開始呢 會有角色可以做選擇 每張呢 角色呢 都強打無比 那第一次玩的時候呢 它有建議的角色可以使用 最後 每個玩家會有兩張目標牌 目標牌看不懂 沒關係 我們後面來說 這個遊戲總共 玩五輪 那 五輪結束之後呢 分數最高的人就獲勝了 每一輪呢 總共分成三大階段 那分別是 每輪開始階段 回合進行階段 以及 最後的 每輪結束階段 那為了方便大家了解 這個講的順序呢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整 不是完全照 每個階段步驟來講 所以呢 我先從 每輪開始階段的最後一個步驟講起 就是每個玩家拿起自己的骰子進行直扇 這個時候每個玩家檢視自己直扇的數字 把它加總起來 如果總數呢 低於15 那 每掃一點就可以換成錢或駱駝 也就是說 如果掃三點 你可以拿一塊錢跟兩隻駱駝 接下來就是 回合進行階段 這個時候呢 每個玩家呢 就使用剛剛直扇出來的骰子 來進行你的回合 每次輪到你的時候呢 就進行一個主要行動 所有主要行動呢 都需要一到三顆骰子 首先是拜訪市場 這一區依照需求不同 需要一到三顆骰子 當你放的骰子數字呢 多少 對應拿到的數量也會有所不同哦 那如果是兩顆骰子以上呢 就是這幾顆骰子中 數字最小的為主 舉例來說 我在絲綢這一格呢 放上一顆五 一顆三 那我執行的呢 就是三的這一格 兩個絲綢 一個骰駝 簡單來說 就是說呢 我在黃金這一格放上 六 六 一 那我執行的就是一的這一格 所以呢 如果說我要獲得 黃金這一格的六的話呢 那骰子只能放成 六六六啦 ok這樣子 哦對 那如果你執行三這一格 你還是可以改成 二或一來執行哦 這時候要講一下 格子分成藍色跟合色這兩種 藍色的格子 如果之前有人使用了這一格 你還是可以使用 只要疊上去就行了 不過 每個顏色的骰子 在這一格只能出現一次 但是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疊上去呢 要付出額外的錢 就付出你使用的骰子點數 如果兩顆以上 可以 就付出 最小的骰子的數字的錢哦 再來是簽訂合約 在這裡你可以獲得你放置點數 即以下的一到兩張合約 不過呢 每個玩家呢 只能獲得兩個合約哦 所以超過就必須將舊的棄掉 那如果你拿取 五和六這兩個合約的話呢 就可以獲得額外的好處 然後呢 合約拿掉之後呢 之後 所有的合約就會立刻向左移動 去做補 向一的方向做移動 不會留下任何空格哦 那這一區依然還是藍色的格子 所以一樣可以疊骰子 再來是旅行 當然就是版圖之間做移動啦 這一區呢必須要用兩顆骰子 那一樣還是依照點數低的骰子來處理 那這樣一樣可以選擇較低的點數來移動啊 今天舉例來說 今天放了一個4跟2兩顆骰子 那玩家就可以走1或2 兩步或一步 那依照你選擇的部數呢 支付所需要的錢 當然出去玩總是需要旅費嘛 那在版圖上面怎麼移動呢 從威尼斯出發 玩家依照剛剛決定的部數來移動 在移動的時候 有兩個必須注意的 首先是綠洲 移動到綠洲的時候呢 也必須算是一步 所以呢在計算是千萬別忘記 再來是額外費用 在遊戲中呢 在路上行走有些地方需要支付駱駝 在海上則是花錢 如果沒有準備的話就無法通過了 當你最後停留在大城市 或是小城市上面呢 會有不同的狀況 首先是停留在大城市的時候 如果你是第一位到達這裡的玩家 就可以將交易所獎勵取走 並且依照其內容獲得相對應的東西 之後呢 玩家就從玩家圖版中 拿取一個交易所發去 然後這樣放上去哦 那你就可以擁有 可以使用這個大城市的 城市牌的權利 那這個 注意一下哦 大城市牌呢 是無法疊骰子的棕色格子 而且呢 你放骰子的數字 決定你可以執行這個動作幾次 除了少數 有固定閃數 有固定閃數內容的東西 小城市的部分也是放上一個 你的交易所哦 然後呢 小城市上面會有小城市獎勵 這個獎勵呢 只要來放置交易所的玩家都會獲得 當你第一次放到交易所的時候 會馬上執行一次 之後每一回合會再給你一次 交易所一個城市只會有一間 就算你來來回回走也是一樣的 所旅行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北京啦 這裡有兩個特點 就是呢 在這邊蓋交易所呢 會獲得分數 越早蓋分數越高 而且呢 你在北京有交易所的話 遊戲結束 每兩個貨物 就可以換一分 不算駱駝喔 旅行另外的好處是 當你在旅行蓋交易所的時候呢 蓋到第八間交易所就可以加五分 全部蓋完就可以再加十分哦 再來這邊是拿五元 其實就很簡單啦 單純的放骰子拿五元 雖然這邊可以疊骰子 但是別忘了 疊骰子要先付錢再拿錢 這樣光是拿四點的骰子來疊 都覺得很虧 最後是禁見可函 這是一個不能疊骰子的終勝盒子 而且有規定一次放一顆骰子 每次放骰子呢 可以獲得兩個駱駝 跟一個任意貨物 不過這裡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每次放的骰子要大於等於前人放的骰子 舉例來說 前面人放了一顆三點的骰子 那下一個人呢 只能放三點甚至四五六 對 也就是說 如果說前面有一個人呢 放了一顆六 那後面人呢都只能跟著放六啦 這太邪惡了 以上呢是主要行動的部分 那遊戲中最特別呢就是有額外行動 其實呢只要你有進行主要行動呢 就可以進行額外行動 而且呢可以在主要行動的前或後來進行行動 那額外行動呢有五項 首先是第一個完成一張合約 再一點回合可以完成合約 只要付出合約左側的物品 就可以獲得右側的好處 好處像是錢啊 分數啊 新合約 或是黑閃 什麼是黑閃 後面就會說到啦 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放到玩家版圖中的 已完成合約區 遊戲結束 擁有最多已完成合約的玩家 就可以額外獲得七分 只要將骰子放到這個錢袋上面 就可以拿三塊 而且不用面對疊骰子的問題 放多少拿多少 大家都可以放 缺錢就放 還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如果呢你只剩下最後一顆骰子 放了這裡 而沒有辦法進行主要行動呢 也是可以的 再來第三個額外動作是 重植一顆骰子 不過呢 需要支付一個駱駝喔 如果呢你覺得不滿意呢 還可以一直付 一直重植 一直付一直重植 OK 在第四個額外動作呢 是 讓一顆骰子 加一點 或減一點 那這個呢 就要支付兩個駱駝喔 OK 多一個 所以呢 如果怕手機太差的玩家呢 可以呢 直接靠加減骰子 來完成這個動作 最後第五個額外動作是 獲得一個黑骰 這個特別注意 每次輪到你的時候 只能用三個駱駝買一個黑骰 買到呢 就立刻止骰 然後可以使用 但是一輪中 你有好幾次你的回合 只要還有就可以一次一個的購買 但是黑骰數量只有人數加一 所以限量是殘酷的 那黑骰呢 除了增加你骰數之外呢 藍色格子需要疊骰的時候 黑色骰子不算你的顏色 所以就算你曾經放過自己顏色的骰子 還是可以疊進去的 再來是 每輪結束階段 首先呢 是清除版圖上剩下的合約 然後呢 再從六張新的合約上去 那一輪就結束了 不過呢 現在呢 我們要重新講一下 每輪開始階段 首先呢 是決定起始玩家 那起始玩家怎麼決定呢 除了第一輪 第一輪是大家決定之外呢 之後呢 就是依照上一輪 是哪一個玩家顏色 是最上面在旅行的區塊 那他就是這一輪的起始玩家 只要你在小城市有交易所 跟角色上面有驚嘆號標記等 都可以在這個時候獲得獎勵 所以小城市很重要 可以穩定的給你資源 最後兩個步驟呢 就是拿回所有的骰子啊 黑骰呢 也要全部放回原本的位置了 不過 不管呢 你這回合有沒有使用到 都要放回去 然後就是剛剛講到的紫骰子啦 別忘了 15點以下有補償喔 就這樣遊戲呢 一直玩五輪就結束了 那就可以計分啦 那首先呢 我們要來看的是目標牌 目標牌有幾個加分概念 首先是上半步 是告訴你只要在指定了兩個地點有蓋交易所 就可以獲得分數 再來是下半步 我們有兩張目標牌嘛 那最多會有四個目標程式 在這四個目標程式中 你蓋了幾個不同交易所 就可以獲得額外加分 再來是你手上的錢 每十塊錢可以獲得一分 最多完成合約的玩家 可以額外獲得七分 再來剛剛有說嘛 如果你在北京有蓋交易所的話 可以獲得分數 而且你在北京有蓋交易所的玩家 可以將貨物每兩個換成一分 那這樣加重起來 分數最高的玩家就獲勝了 那這個遊戲呢 最大的特點在於 它有豐富的角色可以做選擇 而且依照大城市獎勵牌的不同 每個角色的打法會不同 所以可以說是一款 需要玩家很精確判斷的好遊戲 好了 那今天規則介紹就到這邊了 如果別忘了訂閱跟點開小鈴鐺 這樣會有更多遊戲介紹才不會錯過喔 我是主持人威爺 我們下次見 掰掰